中国古人所说的 读书千遍 七亿自尖 这话是人 不断重复一千遍 印象就不一样 才能够引起注意 所以这部经 要念多少遍 一般 标准的 数量是三千遍 我见到一个同修 他念了六千遍 才能背诵 真的 把这部经背下来了 五六十岁的那年 用了四五年的时间 把他念了六千遍 不能说没有狠心 不能说他没有毅力 但是经时能背了 一丝不动 天经他们又听三千遍 所以 习气毛病 干不掉 而且不好的习气 非常坚固 依旧还要遭夜 很可惜 像这样的人 能够把无量手机 念六千遍 也不是简单 也不是简单的事情 这就是什么 真诚心 恭敬心 没有 如果有真诚 如果有真诚恭敬 不必去求解经义 念熟了之后 这经义自然会起来 为什么 智慧先前 一心专念 心清静得定 定能够发挥 道理在此地 那么六千遍 念的是很熟了 我们相信他 六千遍里面 都有杂念在里头 这不是亲近心 不是真诚恭敬心 真诚恭敬心 决定的理由 他什么毛病 傲慢心很重 嫉妒心很重 好强好胜的心中 这没办法 干不掉 样样都是要做第一 都是把别人压下去 这个毛病 应该也是 无世界以来 熏悉而成 就干不掉 对他学佛 造成严重障碍 这个人还在 能不能往生 我们在旁边 侧面旁观 他不能往生 什么原因 他不肯认错 他不肯认悔 不能改过自信 那是 命运之问题 错了 也不承认 真正忏悔 该过 有救啊 经文上这些话 我们要记住 这非常非常重要 好 好 感谢观看